最近小马宝丽实在是太火了 今天我也跟风买了一套毛盒回来 虽说是女孩的玩具 但这粉嫩嫩的包装 一看就特别喜庆 小马宝丽可爱标志 前两天在电视上还看到过这个动画 好像就是这只紫色的小马 手工达人小艺 全套六款内含六盒 全套六款内含六盒 那还是什么隐藏啊 一套刀割就前几期了 第一次玩玩具包装上还有香味呢 女生的玩具是不一样 包装开意精致了 一只小马正在拿着不辣精研究小螃蟹 啊 我懂了 这是在海边用沙子搭建的一个城堡 小螃蟹突然跑来做客了 太猛了 包装还附送了一张身份卡片 飞马莉莉 性格勇敢无畏 看出来了 一般的小朋友看着螃蟹早就被吓跑了 看个第二盒是谁 黄色的小马 没有翅膀 果然 种族是鹿马 还收养了一个龙宝宝小火花 应该就是趴在仪惠上的这只吧 像小仪惠而已啊 看着都觉得特别听话 啊 原来一专是这个就是每只小马的可爱标志 屁股上也闻了一个 他们说这是每只小马独有的天赋 是需要他们后天不断探索自己的才能才能发现的 如果我也有可爱标志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 粉红色的 歌星琪琪 是刚才白色飞马的妹妹 彻眯着小眼自己都把自己给唱陶醉了 看样 性格应该是比较哀愁美的 这是 冰淇淋车 冰沙店主西院 这个肯定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性格 因为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冰淇淋 彩虹头发 麻花卷 眼神还特别害羞 都不敢正眼看个人 和伙伴们待在一起吧 下一位小朋友请出场 紫色的小翼正在制毛翼 哇 这个道具太真实了 虽说是硬的 但表皮毛茸茸的 毛翼和针线也是 而且我发现小翼是这一弹里面唯一一个带头角的 不说我还以为这是隐藏呢 还好对 真正的隐藏马上要压轴登场了 水晶眉眼的天角兽西 地台是水晶透明的 身后还有一幅彩虹门框 这应该是舞台吧 布置的这么华丽 露出了瘦脚的信业也自信了不少 看普通团队一副害羞的样子 天角兽形态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全部摆在一起 看着就更可爱了 和玩具桌上这些猛男怪兽们 完全不一样的画风 尤其是这种黑不溜秋的大反败 在女孩子们动画里 一般都活不过第一集 虽然长得羞 但也听不过我们非法的瘦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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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